在基隆商工校友会理事长 也是现任市议员张耿辉 以及市政府教育处代理处长杨贵杰 基隆商工校长洪光贤 定内国中校长张燕廷 以及林宇宏爸爸林耀珍先生等人陪同下 由市长谢国梁 制证商工校友会2万元的奖学金 给林宇宏 肯定林宇宏国中会考成绩33.8级分 没有选择去台北师大附中就读 而是选择留在基隆在地就读 到国立基隆商工资讯科念书 市长谢国梁也当场个人加码 申请谢清云文教基金会 1万元的奖学金 鼓励林宇宏 我们非常高兴我们的宇宏 他能够响应我们的在地就学 能够考到这么好的分数 然后在基隆商工决定继续就读 那我跟基隆商工的洪校长 跟我们的校友会的张耿辉理事长 我们都有一些想法 不论是国立的市立的或是私立的 只要是在基隆市内的国立私立的高中 我们都要一并的共同的来提升 我们的教学品质 让更多像宇宏这一类优秀的孩子 能够在地化就学 那大家都知道我们推出了博客来 跟他的电脑计算课程 就是为了要鼓励自然科学类的 能够在地就学 那未来我们会针对社科类的 也会推出相关的一些 类似像商业管理相关的一些课程 让我们不同专业领域的 优秀的高中同学都可以 有更多在地就学的好的选项 然而还是可以透过在地就学 进入最好的大学来就读 因为很多人念优秀的高中 目的是要进入好的大学 那我们要让大家知道 进入基隆高中 基隆女中以及基隆商工 都可以进入最好的大学 这个是未来我们要 共同努力的方向 来再次恭喜宇宏同学 基隆商工如获至宝热烈欢迎 未来的话也希望母校 在红校长及老师的带领指导下 能够继续往常的生涯规划 跟理想进迈进 同时我也再次的感谢 我们定内国中张校长 跟他们潘导师 还有尤其他父亲 从小一直栽培他 尤其进入我们定内国中 加上导师们一直在鼓励他 让他也朝着自己的目标 与理想再努力 那最后我还是恭喜他 那再次也希望我们未来 能够救赌我们基隆商工以后 能够继续再完成他未来的梦想 当然我首先先感谢我们 定内国中 我们张校长以及所有师长 这三年的一个对孩子的栽培 那今天把这样的孩子 交给我们基隆商工 我想本着这个孩子本身的一个知识 跟潜能以及天赋 还有他在现有的基础之下 我们也可以看到 宇宏在资讯上面的一个 长才以及语言上的一个天分 那基隆商工未来会就他的这个 学习的一个潜能跟知识的部分 来做一个专门的一个个别化的 一个计划和培训 那让孩子的天赋能够得以发展 身为基隆商工校友会理事长的 市议员张耿辉与有荣烟 特地邀请市长谢国良 一起先到地内国中表扬林宇宏 林宇宏有多优秀呢 在爸爸林耀珍从小培养下 英语多艺成绩满分990分 他考了980分 另外也学习精通和熟悉日文 西班牙文以及印尼文 从小就学习电脑资讯的林宇宏 也通过电脑资讯考科 像我们那一代 因为他们现在所面临的竞争力 是非常激烈的 所以我那时候就规划他 学习所谓的双外语 就是一个是城市外语 一个就是语言外语 所以从小 他从小一就开始学城市 Python 那也在小三的时候 拿到全台湾第一个 取得那个微软MTA的振扎 然后在小学阶段 就完成了英文的 剑桥CAE 相当于全民音简高级 还有西语A2 以及日文N5的振扎 所以在小学阶段 就完成三项外语的奠定 对 然后到国中后继续学 是的 所以我上台去规划 那规划的时候我就想到说 这个未来孩子的世界 他需要什么样的能力 具备什么样的能力 所以我帮他规划 城市语言跟那个外语 多项的外语 因为我觉得只有单一的英文程度 是只有强弱别 那因为台湾普遍 我查过很多网文 台湾普遍85%的大学 他的毕业程度都是 都是英文的全民简中级 那就相当于空姐的程度 那所以在他小学的时候 已经完成高级了 英文程度比达高级 然后还有多项的外语 也是这样子 而林宇宏到机商就读 三年后的进度 就是出国到澳洲留学 最大的目标 就是以后找到好工作 压力是难免有 但是未来工作 如果没有现在学习这些 压力会更大 所以现在的努力 都是为了以后工作赚钱 然后可以享受 为什么要想到机商区里面去 因为比较近 然后刚好有资讯科 所以就去选择机商就读 所以未来的那个学区 重点还是在资讯方面 对 那机商毕业以后 是想要到哪里去留学 我是想要到澳洲留学 为什么想要到澳洲留学 因为那边 你自己的想法 你有去过澳洲吗 有 那边的人比较友善 然后工作机会也相对欧美国家比较多 市政府教育处欢迎林宇宏就读基隆商工后 仍然可以利用基隆市政府教育处 积极推动的伯克莱计划 申请和美国加州大学 伯克莱分校的各项合作课程进行学习 而地内国中校长以及师长们 都为林宇宏解出的表现感到荣耀 林宇宏不但会读书 懂电脑资讯 热爱羽毛球的她 也是羽毛球的运动好手 未来前途不可限量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二派 二十秒 三十秒 二十秒